上午11时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派出医疗队支援湖北抗击疫情的有关情况 请看记者凹雪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那么各省市也在陆续派医疗队前往武汉和湖北等疫区 那么昨天我们北京市也派出了北京医疗队 在今天上午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 来自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 和我国著名的传染病专家李兴旺 将给大家介绍派出医疗队支援湖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有关情况 那么到目前呢已经有30支医疗队 一共是4130人已经到达了湖北在开展工作 我们医疗队的人员构成呢有呼吸的有感染的有重症的 那么有医生有护士有地方的有军队的有西医的有中医的 所以可以说我们的医疗队的构成呢 应该说是涵盖了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这些资源和力量 应该说目前我们的数据我们能够看到 每天都在实时的在进行更新 数据应该说还是在如实的在做这个向全国向全州公告 从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目前除了西藏自治区和湖北省以外 全国其他的29个省区市都已经派出了医疗队支援湖北的疫情防控 那么在此我们也感谢这些逆行者 请你们做好防护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尽量少出门出门必带口罩 好的这是记者奥雪楚剑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